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内众问题爆棚,习近平不敢动,上半年只出访了两天 中国人入境俄国遭盘问四个小时,北京硬气怒吼,野蛮执法,破坏中俄友好 山东律所挑战寻衅滋事罪,五名律师联名上述人大,喊废除 新西兰首份安全报告指中共威胁罪严重 时隔九年中国再处决韩国籍的毒贩,中国数据监管新规 握有百万各自的平台必须每年审查,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雅虎新闻引述彭博社的报道说,2023年已经过去了八个月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内政乱如麻,从经济疲软到外长消失换人的罕见政治丑闻 大幅度的减少了外访行程,今年只在国外待了两天而已 报道说,习近平今年唯一一次出国访问的就是三月份到访俄罗斯 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这是除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之外 他上任以来半年之内最短的外访天数 报道说,这跟习近平疫情前的行程安排相比出现了重大的改变 疫情前习近平比起同时期的美国总统川普更常出访 每次出访的时间也更长,根据彭博新闻分析中国政府的数据 在2013年到2019年,习近平每年平均出访14次 相比之下,川普在任期4年期间每年平均出访12次 习近平今年走坐东的路线邀请外国贵宾前来拜访 今年已经会见了36国的贵宾,包括法国与美国 在疫情之前,习近平在每年同样时期平均会见48个国家的贵宾 这意味着就整体而言,他与外宾亲自对话的时间也在减少 习近平也不像在疫情期间透过视讯来加强沟通 他今年只与捷克领导人进行过视讯会议 彭博社的分析表示,习近平减少与全球各国领袖亲自会面 可能会导致北京与美国争取全球影响力方面会屈居下风 更不利的是根据PU研究中心上个月的一项民调显示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持更多的负面看法 而大乡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的非常住研究员宋文迪向彭博社表示 这可能代表习近平现在有更为迫切的优先事项胜过于外交 中国的经济正在努力的对抗通货紧缩 而习得意的心腹秦刚被免去了中国外长的职务 同时据传因为腐败调查撤换掉了中国核导弹部队火箭军的司令员 斯文尼表示中国只是有更为迫切的国内事务 而习近平大权一把抓也代表他必须要亲自处理这些问题 他表示当缺席的机会成本增加的时候 习近平自然会更加的挑剔长期出国访问 同时频率也会降低 外界原本预计中国在疫情解封之后习近平会比较常出国 之前因为疫情习近平将近有一千天的时间没有出国 是全球二十大工业国组织因为疫情最久没有出国访问的领导人 报道表示2022年底习近平已经开始了出国访问 行程包括了乌兹别克斯坦印尼还有沙特阿拉伯 当时甚至还没有开放边境 不过之后他就鲜少出访 当然行程安排也是因素之一 印度总理莫迪今年是透过视讯主办两天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 去年习近平是亲自到乌兹别克斯坦去参加 这也是他自2020年1月份以来第一个拜访的国家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比较重大的国际峰会都在下半年举行 例如G20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习近平8月份的时候预计将出访南非 参加新兴经济元首高峰会 俄国总统普京则会以视讯的方式来参加 让主办国南非避免了必须依照国际刑事法庭的逮捕令 将普京逮捕 印度总理莫迪也确认将出席 北京现在正在积极的想要扩张金砖国家集团 不过印度和巴西希望对扩张制定严格的规定 彭博社报道表示 中国的全球形象恶化 也让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很难接待习近平 美国智库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的中国政策研究员牛奔表示 习近平处理疫情的方式 还有新疆的人权滥用 再加上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这都打坏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牛奔表示西方国家民选的领导人跟习近平会面 比较可能被批评而非赢得赞赏 跟习近平见面是政治扣分 在疫情之前习近平接见的外国代表团当中 有14%是来自欧洲 这个比例在2019年达到了20% 但是今年只有8% 根据彭博社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曾经报道说 由于国内的一中声浪剑起 英国首相苏纳克在下一次大选之前 不可能访问中国 习近平下一次与全球领导人会面的机会 主要是在10月份的一带一路峰会 该活动在2019年吸引了39个国家的元首参加 比2017年第一次峰会时多出了10个国家 不过这次仍然不清楚谁会参加这个峰会 根据华尔街日报上个星期的时候报道说 包括法国、德国、希腊和捷克等一些欧洲国家都不会出席 习近平在上个月的时候呼吁要精心的准备这次峰会 但是他不可能花太多的心思在宾客的名单上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副教授吴木鸾 向彭博社表示 习近平第三任的优先考虑是安全 稳固内部的执政 他说习近平可能对于自己身为全球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很有信心 所以预期别人会去中国拜访他 好再来看一下中国人入境俄国遭野蛮执法 盘问四个小时 北京硬气怒吼破坏中俄关系 根据香港媒体星岛日报的信息表示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在8月4号的时候公布 就中国公民入境俄国受阻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 据介绍7月29号的时候 有五名中国公民逆驾车自哈萨克斯坦入境俄罗斯时遇阻 被注销了旅行签证拒绝入境 中国驻俄罗斯使领馆的人员接到了求助电话之后 详细的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安抚当事人的情绪反复的确认涉事的口案 并且第一时间向俄方了解了情况 根据当事人的请求 要求俄方为当事人再一次的申请签证和入境提供便利 报道表示8月2号的时候 中国使馆通过当事人上传的影片 进一步的了解到俄边方人员对其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反复审查 经俄方初步的核实拒绝入境的原因是 相关的中国公民签证申请的前往目的地与实际的目的地不符 违反了俄国相关的法律规定 中国驻俄使馆分别约见了俄国外交部联邦边防总局 以及联邦安全总局等部门提出了交涉 明确指出俄方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出现了野蛮执法过度执法行为 严重损害中国共民合法权益 与当前中俄关系友好大局不符 与两国日益紧密的人员友好交流趋势不符 报道表示中方已经要求俄方进一步的调查编检人员过度执法行为 给中方一个满意的答复 并且采取了积极的措施 保证此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俄方表示上述的事件是单一的事件 俄方欢迎中国共民富俄 对中国共民无任何歧视性政策和行为 再来看一下山东律所挑战寻衅滋事罪 五名律师联名上述人的喊废除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山东小林律师事务所的五名律师 在8月2号的时候联名上述中国的全国人的常委会的法治工作委员会 建议废除寻衅滋事罪 创下以律师事务所名义要求废除该法的首例 此举虽然获得较好 但是法律界也担忧他们遭到打压 徐信滋事罪在中国立法多年以来 成为了行政与警察机关打压民众维权上访的合法利器 因此被罗织刑罚的案件层出不穷 引起了社会的公愤 但是中共当局迄今对各界要求废除的呼声 闻风不动 一则山东小林律师事务所上书全国人大 关于废除寻衅滋事罪的立法建议 在8月4号的时候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流传 建议书的全文显示 小林律师事务所的五名合伙律师 兰庆州 于凯 马小林 于兆燕 还有张文鹏联名上书 并且盖上了律所的公章 中国知名的社会博主陆火 在8月4号的时候在社群媒体当中发文 称赞此举为大勇 表示这家山东的律师事务所实在是太硬气了 建议书指出 该所的律师在多年的职业过程当中 办理了数起寻衅滋事案 深感寻衅滋事的罪状表述的模糊性 严重影响了公众对权力义务的合法预期 损害了刑法的权威和公信力 建议书并指出 寻衅滋事罪的来源是1979年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流氓罪 其从流氓罪当中分解出来之后 逐渐的代替了流氓罪 成为了新的流氓罪 在当前司法实践当中 寻衅滋事罪的存在 是导致执法机关选择性执法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些处在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模糊地带的行为 大多被以寻衅滋事罪作为兜底条款进行处罚 建议书还提到 网络上发表失察言论的行为 以及上访申诉控告等些行为 常常被指控寻衅滋事 实际上如此指控 不仅剥夺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 使公权力缺乏监督 更违背了刑法的牵异性原则 另外建议书还强调 寻衅滋事罪的立法以及司法解释存在缺陷 该罪状表述模糊 其中随意任意情节严重 情节恶劣 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等一些表述过于模糊 而这些又是认定该罪的关键的构成要件 司法解释也没有消除该罪在犯罪认定上的模糊性 山东小林律师事务所的主任 于凯律师向陆火表示 本来不想写这个材料的也怕给律所惹麻烦 但是近期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极其循性滋事案 安徽淮南的朱玉珍发抖音喊冤 被控循性滋事 吉林摇南村的村民达福桥背叛循性滋事罪 上访妈妈唐慧循性滋事案 严重违背了天理和人情 于凯认为实践当中 导致司法被离民意的根本原因之一 是循性滋事罪立法上存在弊端 是该法律规定的模糊性 导致了司法上的不确定性 对于山东小林律师事务所上书 中国全国人大法工委 建议废除循性滋事罪 有法律业绩人士表示 这家律所非常的有担当 不过就怕当地的司法局 找这家律所的麻烦 截至到目前 山东小林律师事务所公开上书 尚未被中共官方审查删除 好 再来看一下新西兰的首份安全报告 指中共威胁最严重 来自雅虎新闻的报道说 新西兰的国防部在8月4号的时候 公布了首份安全战略报告 强调中共的扩张颠覆现存的国际秩序 已经波及9000公里外的惠灵顿 因此新西兰将扩大国防开支 加强与印太地区盟友的合作 进而有效的应对大国竞争 与气候变迁的挑战 而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新西兰政府在8月4号的时候表示 该国需要加强国防力量 以面对设备老化 征兵困难 以及中国与西方战略竞争加剧的问题 新西兰的总理西普金斯 还有该国的国防部长利特尔 在介绍国防政策审查文件时表示 新西兰目前的国防力量 不能够迎接未来的挑战 新西兰拥有一支15000人的国防军 主要参加和平使命或在该地区其他国家发生自然灾害时提供帮助 目前新西兰的国防开支约占GDP的1% 由于人员的短缺 新西兰的海军的9艘舰艇当中 3艘处于闲置的状态 此外海军护卫舰也已经老化 建造一艘适合在南太平洋恶劣气候下巡逻的舰艇的计划 也被暂停 利特尔在8月4号的时候向媒体表示 新西兰需要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 不能指望地处偏远而获得保护 他表示国内和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 意味着我们的反应和准备也必须要变化 我们必须要依靠训练有素的人员 资产和设备 以及适当的国际关系 保护我们的国防和国家安全 预计新西兰国防预算的比例需要增长 但是不会达到2% 新公布的安全战略指出 中国的崛起正在对新西兰的旧规范产生影响 其中一份文件写道 不断强大的中国正在利用其所有的工具和国家力量 而这可能对现有的国际规则和规范构成挑战 利特尔还表示这一点在太平洋地区尤其的令人担忧 北京正在该地区建立各种关系 并且以牺牲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更传统的合作伙伴为代价 寻求扩大其在太平洋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影响力 他表示我们知道中国为我们和许多其他国家带来了非凡的机会 但其行为的性质及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接触也构成了威胁 新西兰宣布上述的军事改革正值各方围绕新西兰 在奥库斯联盟当中可能发挥作用进行谈判之际 该联盟是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协议 旨在对抗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新西兰对参与该联盟持谨慎的态度 希望避免激怒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 好再来看一下时隔9年中国再处决韩国籍的毒贩 来自雅虎新闻的报道说 韩国外交部当局在8月4号的时候表示 在中国因为药物犯罪而被中国宣判死刑的韩国国民 中方通知在8月4号的时候已经执行了死刑 这一次为韩国籍的毒贩时隔9年在中国被执行死刑 根据韩利社的报道说 韩国外交部当局对此感到遗憾 表示尽管政府多次的请求中方从人道主义的方面 来再三的考量死刑与延期 但是该名韩国公民依旧被执行了死刑 不过韩国当局表示 判断本次的死刑与韩中关系无关 中方事前曾经通知预定将执行死刑 报道表示被判处死刑的韩国民众 因为持有5公斤的甲鸡本炳安 而于2014年遭到拘留 2019年的一审2020年的二审都被判处了死刑 就连最高法院也支持下级的法院的审判 迄今为止在中国遭到执行死刑的韩国公民有6个人 2001年为一名毒贩 2004年为一名杀人犯 另外在2014年有4名毒贩被执行了死刑 好 再来看一下中国数据监管新规 我有百万各自的平台必须要每年审查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对于手握百万人数据的网络平台 再寄新的监管措施 根据中国网信办最新发布的草案 拥有超过100万人个人资讯的业者 每年至少要进行一次的合规审计 这项草案被解读为控制数据和资讯的又一个新的举措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 中国的网信办在8月3号的时候 发布了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 草案当中明确的规定 经手处理超过100万人以上的用户数据的平台 服务供应者必须要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个人资讯保护的合规审查 其他类型的服务提供者则需要每两年至少进行一次的合规审计 而草案当中也要求 若平台与服务商有向境外提供个人资讯的情形 例如累计向境外提供10万人的个人资讯 或者1万人的敏感个人资讯 需要经中国的国家网信部门安全评估 草案并且明确相关的法则 如果违反了本办法的规定 将依据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来处理 如果构成了犯罪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报道也提及近年以来 中国持续加强对于资讯和资料的管控 特别是流向海外的内容 在这项草案发布之前 中国的网信办于去年初的时候 修订了网络安全审查办法 其中新增的规范要求掌握超过100个个人数据的资讯平台 运营商在赴国外上市之前 要向中国的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审查 经审查而判定不影响国安者 才可以继续的赴国外上市的程序 此外中国的人大于今年的4月份修订 并且通过了反间谍法 其中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 并且禁止传输任何被视为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资讯 此外还赋予了当局可以对任何国籍的个人 实施出境的禁令 以及调查任何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人的权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